人們說它是世界上最甜蜜的宮殿 每年葬禮九月二十二日 將神節前 布達拉宮總會進行粉刷美顏 好迎接佛祖釋迦牟尼重返人間 數百姓眾不分男女老少 刺發前來當騎將 留下是三天 年天一從大寶特過來 刺發的過來 我們心裡主要是 這個世界最好的 葬民們肩扛手提上上下下運送塗料 再用自帶的碗勺潑灑在牆面上 這道工序有個好聽的名字叫潑田牆 布達拉宮粉刷用料十分講究 得指定使用產自拉薩楊八錦的白灰 墨竹宮卡線的紅土和泥木線的黃土 因為土質細滑粘性強 還要加熱對入適量的牛奶 紅糖蜂蜜牛骨椒等 讓塗料光鮮亮麗 牢牢附著在牆體上不易脫落 並添加藏紅花來去除異味 這個牛骨椒之類的 就按一定的比例來進行這個配置 主要就是為了增加這個顏料的黏性 這些古法配方 布達拉宮傳承至今已超過三百年 過去這些原材料 都是藏民根據自身經濟條件送來奉獻 但為了合理配比不浪費 幾年前布達拉宮改用統一採購 不再接受捐贈 按照習俗從白紅黃宮依序粉刷 最後才輪到門窗邊框上色 若採用傳統手工潑噴抹方式 得花一個多月 現在與時俱進 在人力無法抵達的地方 由管理處人員化身蜘蛛人 使用電動噴槍來處理 大大縮短工期 只要十天左右 我們塗了嘛 第一次你現在給我塗 那我什麼錢就沒塗 要得都去等都照明 那樣的話 給我們塗住的話 所以都要去塗一下 它因為石頭跟石頭之間 如果有縫隙的話 如果我們塗好的話 它就會把那個縫隙給擋住 你擋路的話 就是我們可以防一個雨水 粉刷不只為了顏值 更重要的是為了保護建築 布達拉宮作為有1300多年 歷史的藏式宮殿群 還得想方設法讓這顆 世界屋極上的明珠 繼續閃閃發光 七座銅流金寶鼎 象徵吉祥如意的金床寶屏 融合了藏漢蒙漢南亞多元文化藝術風格 但經不起常年風吹日曬 雨水侵蝕 一度出現流金脫落發黑 內部木構漸腐朽 五座金地和周邊的這些金庄 寶坪的維修 投入3100萬 然後我們請的那個工匠 也是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 一個繼承傳承人修的 2018年大陸官方砸重金 進行金頂修繕工程 耗時一年半 用去黃金75公斤 水鷹320公斤 而為了防毒鳥類在斗拱竹 破壞彩繪 布達拉宮更嘗試搭起鐵絲網 風很大 所以現在這個斗拱起什麼作用呢 我們這主要還是起一個 風吹過來以後 打散它的那種力量 現在我們就是來到了 布達拉宮最大的殿堂 西大殿 這裡的面積是725平米 總共有44根柱子 而在斗拱上面呢 還有很多繁複的花紋 動物圖案 維護世界文化遺產 這裡也採取不少科學手段 殿堂梁柱裝上了結構監測儀 人多產生震動 力學發生變化 就會即時通報 為參觀人數限流 提供重要依據 所以我們現在5000個人 也是通過這個數據 五年的監測以後 躲出來的一個結果 對波拉宮是最舒服的一個人力量 而這個使用無人機 3D 雷射掃描技術 藉助4000多個掃描點 製作出來的精細化測繪影片 透視結構布達拉宮 1206間房超過1200個地樓 有助於制定詳細周全的 保護措施和計畫 建築的結構穩定性的判斷 是非常有效的 一定要把每一個裂縫的精細度 要保持在1到2毫米之內 這樣來測回 遵循古法善用科技 雙管齊下 讓布達拉宮延年益壽 尾額毅立紅山上 下一個百年 千年 系統裡面呢 全天候現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電解磁氯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呢 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而且沒有污染 兒童孕婦呢 都是很適用的 哪裡可以買到水神生成精呢 就是上我們的快點購